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其实你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这里其实是天狼班的元老建立的 地下一共有十层 层数越往下 势力和权限就越大 不过 最近六层以下的舞者 大部分已经去到其他地方发展了 欢迎来到天狼的地下基地 本以为天狼只是个普通的地下势力 现在看来 恐怕来托不小 我刚刚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他曾经从事情报搜集的工作 雷克 小枫 我有个朋友想找你查点事情 您好 我想找一个姓秦的舞者 长得跟我很相似 现在只有这些信息 可以麻烦你帮忙查一下吗 他也在找姓秦的舞者 不会是巧合吧 能提供一些对方出现过的场所 或参与过的事情吗 场所 事件 他曾被学家邀请过 就只学家那位已故的少爷 算吗 应该可以 我试试看 拜托了 这牌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 不好意思 我能看看你这块牌子吗 抱歉 这是我的私人物品 不能动 你也是军情十九处的人 你认识梁青吗 她可是我们十九处唯一的女孩子 我怎么可能不认识 不过 她已经去世了 并没有 其实她一直在调查你们的下落 她还活着 当初她受伤 倒在我家医馆里 我救了她 现在 她正帮我管理着医馆呢 我还以为她已经 这丫头的运气可真不错 我答应帮她打探战友的消息 没想到 在这里碰到了你 你也幸存了下来 有尝试过 去找其他人吗 我 抱歉 雷格对我有恩 有些事我不方便说 没事 秦兄弟是我朋友 而且他还救了你战友 你知道些什么都告诉他吧 好吧 那是我们十九处的最后一次任务 全人都出动了 少风的情报肯定做不了 目标潜逃多年辗转数个国家 现在就在这个房间里 我当时也是死里逃生 还好遇到了雷格相救 自此便加入了天狼帮 现在我只想查出叛徒的身份 并抓住他 让一切真相大白 告回失去战友的在天之灵 但因为任务很神秘 唯一的突破口 就是当初任务的指挥长官 是一个临时调过来的 性情的九品舞者 自那天后 我便一直在追查他 传闻陈大师是内境巅峰的高手 是当时最年轻的华镜高手 寿年宗师啊 心煞古变 什么东西 邪招 抱歉 对不住了 那家伙好像只有原英雄呗 半个月连破三级 开挂了吧 开挂 我才不干那种丢人的事 我靠的是 抱大腿 小子 你要是不给钱 老子就把你扔回海里喂鲨鱼 好 陈医生 你快想想办法 会治病 开什么玩笑 我去 福哥你这是一路开挂到现在啊 双双变这么牛的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你们竟敢加害无欺 罪不容诸 就连斗雀公的古武兵风高手 也做不到这种程度 若是他们无法给出一个令我满意的几时 那就只能 灭族了 大祭司 他真的是预言之子吗 是说这个东西吗 跟本王受伤的是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本王召唤出来的 是一个废材人族啊 我老婆是魔王大人 每周五日 上午十点更新 不要错过哟 先门弟子来到都市 竟成豪门气哨 我本低调 逼我嚣张 既然如此 我便猖狂 最强气哨 火热开波 一样的热血 不一样的 崛起之路 是人都说全家全红武功叫 你是说 玄姬和那个叫殷姬的女子纠结了 何时才能为您报告 流浪孤儿竟能守到并除 要想当神医 可不能只懂医术 妙手神医 每周二 周四 周六 更新一集 火爆上线 等你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